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圆神 4.8新角色定位曝光 草叶兰来了 挂草能力不输白足 三位复刻角色公布 圆神 4.8新角色立会赢乐意 超低价身材开插设计太色了 三款新立会曝光 圆神艾梅利埃真的很丑吗 点赞量比克洛林德高 官方的小心事藏不住 圆神4.8艾梅利埃立会首爆 黑尸体秤挡不住 高开插绑腿有点烧 圆神,新角色立会来了 三款新皮肤将上线 4.8讯息提前看 全新的六月已经开启 双城中的粉球别忘记换 按照时间的安排 6月3号就应该有新角色的立会了 作为分担版本的压轴角色 相信各位旅行者还是很期待的 虽然说之前内鬼也放出过官方的一些废稿 但基本上都已经废弃了 所以也只能当成一个参考 不过对于调香丝作为角色 大家还是可以打开脑洞来猜想一下的 他会以怎样的形式出现 建模方面设计如何 整理了两种说法 目前来看 吊香丝有两个推测版本 一个为萝莉体型 金黄色头发 非常可爱 另外一种则是成女体型 比较像丽莎的那种魔女形态 服装相对来说会性感一些 性格也比较有趣 既然是魔女的话 武器所展示的形态应该是香水瓶 按理说法器应该更是配一些 不过也有人表示 吊香丝的武器为长枪 稍微有点违和 但毕竟是原神 说不定还会有惊喜等待着大家 吊香丝会在4.8版本的剧情中出现 所以他很快就会和玩家见面了 按照原神的版本的安排 应该还有三款服装即将上线 6月5日原神4月7日版本开启 这就意味着在4号5号的时候 就会有4.8版本的消息 这样来看的话 原神在近期的热度将要提升不少 就看海岛版本的剧情 和活动能否让玩家满意了 4.8版本新角色立会终于来了 官方如约在5月3日18点 放出4.8版本新角色立会 和之前预想的一样 全新角色艾梅莉I即将登场 那么对于新立会的设定 都有哪些亮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来看一下 艾梅莉I的横版立会稿 不得不说 和之前想象的有很大出路 不过内鬼就还是拆对了戴眼镜 黄色的头发 服装设计有点偏暗细 和之前那种黄绿 紫色给人的感觉有所不同 不愧是米加的美宫 总是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设计 艾梅莉I有一种不太属于 提瓦特世界的美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全身图 通过比例来看 应该是成女角色 不过脸部看起来稍微有点幼 服装主要配色以绿色和深色为主 高开叉设计还是非常养眼的 亮点部分在胸前的黑色布料 有一种甘雨上半身的感觉了 另外就是腿部的设计 绑带 半露出的底裤 若隐若现 真不愧是米加的美宫 通过官方的消息来看 艾梅莉I的确是草系 命之作为香氛瓶座 评价者为纳维莱特 阿基已经开始期待 这位钓箱师的全新剧情了 不知4.7版本中有没有他的相关消息 对于艾梅莉I的立会 各位旅行者觉得如何呢 另外 官方已经发布克洛林德的PVM4 原神4.7版本马上就要到来 各位旅行者团了多少原石 决定穿哪位新角色了呢 那么戴因斯雷部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剧情 双子最终是否会重逢 就让我们共同期待6月5日4.7版本上线吧 艾梅莉I的立会放出后 不少玩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部分玩家表示 中规中矩 美工照常发挥 没有很惊艳的感觉 就看剧情方面能否加分 对于升出XP的玩家来讲 真的非常喜欢艾梅莉I的造型 上线后肯定要抽爆 当然 还有一部分玩家表示 角色设计有点乱套 服装配色割裂太强 不如采用绿色和紫色能更好看些 头部设计感觉和身子有点违和 只能说 大家的审美各有不同 其实看习惯后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艾梅莉I的身上其实有很多的细节 官方的小心思真的要藏不住了 不论是帽子 服装 鞋子 小装饰 在艾梅莉I的身上 可以发现很多的蓝莲花装饰 比较吸引人的点就是 胸前沉甸甸的吊坠 正面的黑丝束腰 腿部的黑色透露打底裤 可以说这位角色真的是细节拉满 很多玩家担心艾梅莉I的时机 可能并不会太好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网友绘制的艾梅莉I的时机展示 力杀剑魔改 是不是觉得还可以 众所周知 原神封担4.7版本的前瞻直播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五星角色克洛琳德 希格文 水神弗宁娜也即将和大家见面 各位小伙伴们的原石 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呢 除了新五星和水神的复刻外 4.8卡时的新角色 及后续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说起4.8卡时 那么不得不提的是 最近官方才公布的4.8卡时空降的新五星角色 艾梅莉I的立会终于来了 相信很多小伙伴们应该都已经看过了吧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角色整体的设计偏绿色系 风单特色的帽子也是少不了的 以及还有弦云同款的眼镜框 抛开这些不说的话 艾梅莉I的身材还是非常有料的 虽然穿着颜色 但是超地家的身材还是有的 尤其是下半身开刹的设计 别说还是比较色的 众所周知 原神风单4.7卡时越来越近 除了新五星角色的登场外 随神弗宁娜也将迎来首次复刻 各位小伙伴们 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后续卡时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最近官方也公布了4.8卡时新角色的立会 吊香师艾梅莉I也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就立会来看 新五星角色是草系角色已经确定了 形象的话和之前某位追究爆料的一样 女角色 黄头发 有眼镜 除了形象外 就是艾梅莉I的定位相关了 目前4.8卡时新五星角色立会说法较多的是 艾梅莉I主打燃烧征服 是个后台草C 并不适合计划反应 角色本身是具有高额的伤害的 也不仅仅只是依靠燃烧的反应来打伤害 过少的效率也不输百足 这么看的话 艾梅莉I成为草叶兰貌似也不是没有可能 至于4.8卡时复刻的角色 目前还是舅舅们之前提到的三位 分别是 尼鲁 莱欧斯利 申赫 不过还是那句话 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证就不知道了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卡时反转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 终上所述 在未来版本中 近期都会带来许多精彩的内容和活动 让我们一起期待并参与其中 如果你对这些游戏的最新情报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及时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和资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